大家好 欢迎来到 麦和FIT出品的大麦健身兽 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20年10月20起日 咱们看看今天的健美健身圈 有什么大事 首先关注一下我的精神之父 施瓦辛格 施瓦辛格这张刚刚入院的照片 我看了之后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子 今年撒手人寰的健美人士可不少 你看看像那个哥伦布 还有像路克山道等等 这不能出现在我的精神之父身上 但是我看到他高高挺起的大拇指 我这心里我就踏实了 这个阿诺德施瓦辛格是老毛病了 记得前几年他开胸了 做一次手术 把心脏的主动脉还加了一个阀门 这回他是换了一个新的阀门 加了新的阀门之后 他就能再次行走自如了 从健美明星到好莱坞明星 到加尼弗利亚州州长 到80年他去悉尼参加奥林匹亚先生的比赛 当时的悉尼歌剧院这张罕见的照片 大家看这施瓦辛格 那个腿部的肌肉是相当的强悍 大家看他开门走进来 这是什么门 这是一道大门 73岁的健美传奇 73岁的老人齐借奥塞冠军 我的阿诺德施瓦辛格他又回来了 接下来这个消息不能算好 也不能算不好 这是一个很奇怪很诡异的事情 什么一事情 大家知道小将客人在芝加哥破 前十两个星期前 他取得了这个在212级别的冠军 当时在赛场的表现特别好 这个去年从古典今年转的212 首次这个上场 你看这个形态 212能打出古典风格 这也是史上首剑 但是小将科恩突然放出了重磅声明 这可以说这个消息 可以说是惊天霹雳呀 他说什么 I just want to come here 我这样就想让大家知道 我将不会参加今年奥赛 我打个铁 这是怎么回事 芝加坡取得了冠军 已经拿到了入场券 不参加状态这么好 这是这是咋回事了 这世上的人 他说他自己精神上好像有点问题 那这个可能是压力太大 还是咋回事 但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我看不出他精神哪有问题啊 他这个状态挺好 声明完了之后 还和咱们的欧里华二世 一块训练呢 这是咋回事啊 难道是要保谁吗 保谁啊 这不是胡扯淡吗 难道保那个利比亚大雄狮 难道保这个Derek啊 就那么俩人啊 对不对 难道要保嚼着三世 有可能啊 怎么没可能啊 嚼着三世Ride空案的 是不是 人家Ride空案是营养品大厂啊 是不是 比原赛之后 相关人员和我们的小匠坑谈了一下 你这个小童子啊 我觉得你的表现还不错啊 但是你今年 我觉得还是不要参加比赛了 那个嚼着三世 我觉得得保他 具体啥原因 你自己扁一个 这个受伤的原因 几个人打闹都涌过了 你就拥一个 而别人没有拥过的原因 要打打 大家说有没有可能 是他真是脑子有问题了 还是说 你说这这可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越想越不对劲 这么好的状态取得了冠军 怎么就不能参加奥赛呢 干嘛呀这是 我估计啊 估计就是俩字 啥呀 他压重了 只需要小江坑啊 如果有病的话 早早把脑子的病子治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什么呀 看一下咱们菲尔西斯啊 今年奥赛可以说是终极之战呀 为什么说终极之战的几位大佬都参加了 你看这个菲尔西斯啊 还放出了最新的八戒八冠啊 八戒的这个 踢取衫 菲尔西斯说的 我要取得八戒冠军 你们谁能拦得住我 你看我这个秃头 你看我像谁 像谁 仔细看了看 我还觉得还真像一个人啊 像谁呢 跟他特别好的一个兄弟啊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终极之战缺了一个人 缺了一个谁 凯格林 那你看凯格林这个肌肉形态 他能参加终极之战吗 他这有戏吗 我觉得今年还戏非常不大了啊 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凯格林呀 他这个肌肉形态呢 他没有战胜菲尔西斯还是有原因的 你明白我意思吧 他是短粗横 凯格林呀 他是特别具有个人啊 个人风格的这么一个健美运动员 不仅能说 能演还能跳 所以说他呢 从这方面感觉呢 会给你一个错觉 但是真站在台上 他和菲尔西斯可以说是 怎么说呢 一个不一百一个八十 所以要看清目前的形势 不是说所有人状态好就去的 所以说小将科恩 他就看清形势了 去了也没用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布兰登嘎里状态还是不错的啊 作为去年的冠军 他的小教练 跟他可以说是 情投意合呀 两个人在一起进行训练 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布兰登嘎里 进行这个啊 背部训练这么一个状态 嘿呦 这个布兰登嘎里 这两个霸备呀 再看这布兰登嘎里 三脚机这两个大圆球 终极之战 没有中东大将 那叫啊 终极之战嘛 终极之战的哈迪库班啊 再次上了职业联盟的封面 所以说呢 哈迪库班今年 人民冠军 应该是没有戏了 应该是保前三 我觉得是啊 但是大拉米 人民冠军 应该是已经定了 而威廉伯达克呢 他最大一个缺点 就是骨架子太小 肌肉形态好 但是有点矮挫 但是威廉伯达克 今年能不能取得 像去年的第二 我觉得还真有点悬 我觉得威廉伯达克 今年可能得四名开外了 而罗里温克拉呢 一直的成绩呢 是在四五名左右 如果常年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啊 怎么说呢 啊 对于他妻儿老小呢 有所交代 但是对于他个人的发展呢 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 所以我个人感觉 罗里温克拉如果状态好 今年准备冲击 第六名 而刀锋作为剑美长青树 五十多岁的老将 这个曾经又是奥赛冠军 所以职业联盟 奥赛主本方呢 应该会给刀锋的一个 怎么说呢 终身成就奖吧 借着这个劲儿 毕竟是奥赛新主人了 又换到新地方 把终身成就奖 搬给刀锋 我觉得就让他心满意足 就可以就是退休了 但是刀锋这个小老头 他并不是满足于退休这么一个 人家是一个战士 人家是一个斗士 他满足于退休在家啊 坐在这个阳台的小小小凳子上 天天的无所事事 就这样直播吗 我觉得没有意思 我觉得人生太不精彩了 终身成就奖 我觉得搬给刀锋一点不为过 这有什么的呢 不就是一个奖牌吗 是不是 我们奥赛还缺这点东西 这个马克 沃尔伯格都参加了 澳洲RF45这么一个 他收购的这个健身品牌 太棒 我太兴奋了 没有想到 这个健身品牌也遭遇了什么危机 为什么 今年2020年 疫情爆发了 什么疫情 这个可恶的病毒啊 所以说 今年的奥赛 可以说是 终极之战啊 大白哥 你不要激动 我为什么不能激动 我为什么不能激动 男人不激动 那叫男人吗 男人不激动 那叫不举 那叫娘娘亲 那叫女装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咱们的大拉米 也亮出了自己和 这次奥赛的CEO 丹索罗门 他这个照片 丹索罗门是特别有能力的一个人 他最近的一个人就是谁啊 乔伟德 今年部的终极之战 不能忘记另一个人 我们的大拉米 大拉米在新冠之后 就让大家忘记这件事 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稍微有点常识了 也不能忘记他呀 对吧 大拉米 如果你在 我就不出现 如果你不带口证 我就下场 这个他这个大拉米 新冠的到底好没好 还不决定呢 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者 你说这怎么能定呢 所以我觉得小将坑的 决定是对的 是你 我恭喜你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男子古典 现在最近啊 男子古典有几元大将 要竞争Quiz 为什么呢 首先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洛根弗兰克林 洛根弗兰克林亮出了策展 这个策展啊 媲美 可以说是媲美我们的CBUM 谁是CBUM CBUM就是我们的Quiz呀 Quiz又来了这么一个胡子照 今年咱呢 叫涨胡子上场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看起来啊 Quiz肌肉有点憔悴 肌肉的健康 Quiz的健康 再次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我希望Quiz在本次奥赛之后 不要再哭了 为什么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走这条路 所以说你痛苦 你就得认 这时候Quiz又亮出了自己最新的背展 这背展啊 看起来一年不参赛的Quiz 这背展看起来啊 相当的怎么说呢 相当的不抢眼啊 是不是 毕竟像他这样的肌肉人很多 首先咱们就要说谁啊 这个黑天鹅 埃什利啊 埃什利今年呢 可以说是有点不正常啊 最近突然觉得他好像话有点多 这个话唠叨叨叨叨叨 也不知道想什么呢啊 而且你看这个眼神啊 表情啊 有点不对劲了 是不是好莱坞的这个演员啊 没当上 只能当一个群众演员 当完群众演员演广告之后啊 这个奥赛在两届冠军 去年是亚军受到了打击 就变成这样的呢 所以你看这个小将 柯恩在因为呢 这个脑子问题啊 退出之后 我还开始有点担心他了 我希望他呢 今年奥赛呢 换一个发型 然后呢 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 哎呦 看起来呀 这个有点像那李黑宁的啊 李黑宁的比他可黑啊 但是说实话 罗根弗兰克林 Quiz两名白人运动员 那黑人运动员呢 比较有实力的 还就是咱们的Ashley 按照今年目前的情况 到底黑人运动员 到底是什么一个位置 现在还真不好 说 大美哥 你为什么要拍桌子 你要吓坏我们的观众吗 徒弟你给我过来 哎呀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212要保谁 难道要保这位选手吗 这位选手叫Derek 他呢 他去年是大狮子取得冠军 今年他要取得冠军 这个说实话 这个小将柯恩一上场 嚼着三世和他都有点悬了 如果要保他 你小将柯恩你就别来 小将柯恩你应该劝退 我的天哪 这有点不对劲啊 为什么小将柯恩都这么惨呢 我觉得他精神状态很正常啊 我替他有点名不平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IG大将小伙子 真cute啊 他叫名字叫什么 叫莫斯塔法侯塞印 你看这小伙子 这个莫斯塔法侯塞印啊 前一段时间进了几点 也不知道啥病 大家看啊 这个我特别喜欢 他这个腿部和他的三头二头啊 还有他整个的策展的姿势 让我看见 就像 就像拥抱他 而且他戴个眼镜 相当的斯文 这种斯文啊 这种野性呢 结合在一起 显得相当的诱人 是不是我的姑娘们 赶快 哎 鞋带开了 接下来啊 咱们看一下莫斯塔法进行训练 胸肌 哎呦 你看这个胳膊呀 特别好 小伙子应该在迪拜啊 生活的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啊 小吉尔米 小吉尔米亮出了自己 这个腹外斜肌 这个为什么不爱提大吉尔米呢 因为我就是不爱提 老婆孩子热抗头 现在终极之战 还有啥意思呀 老婆孩子热抗头 你这终极之战 你能赢吗 赢不了你就别参赛了 所以我就不提 不提你怎么了 行不行啊 那是不是这提不提谁 这也不是我的事吗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两位俄罗斯啊 两位年轻小将 左边的俄罗斯 诺夫 右边呢 我们的人 尼克沃克 两个人 两个小伙子 说实话 我还更喜欢俄罗斯小将 平时呢 这个俄罗斯小将呢 整体的肌肉看起来 更这个 怎么说呢 更饱满 更健康啊 而小将尼克 也不知道用链 可能有点不一样 感觉呢 哎 就有点像这个谁呀 让我担心他的健康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加拿大一英会 贵子他姐夫 他媳妇的姐夫 他这兄弟 绕来绕去 真复杂 简单的说呢 就是贵子他媳妇的老公的 姐姐的丈夫 说实话 对这个贵子他姐夫 这个肌肉形态 我真是不喜欢 前段时间参加比赛 那第一场比赛 我忘了是匹斯堡啊 还是Temper Paul 哎呦 当时好像据说据说啊 不确定啊 他好像是得病了 状态特别不好 得什么病啊 谁知道是重为重啊 先不好说啊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拍这个末 拍这个末 现在怎么了 伙子没了 什么叫伙子没了 就伙不了了呗 为什么参加不了奥赛了 这个肌肉形态很一般啊 饱受批评啊 啊 这个你看这个拍这个末 只能做网红了 打拳击吧 跟这个 跟这个谁啊 艾迪霍顿啊 自己不是拳击手吗 这拍这个末 如果没有什么突破的话 他也就火这一两年 接下来明年还能再火吗 是不是 有点悬了就 说实话 像美国 这全世界感染这么多人 明年 是不是 没准哪天 谁谁又不在了呢 对吧 所以说咱们的各位观众 要及时行乐啊 把钱呢都准备好 该打赏打赏 你看像我们的 拿他来裤子说啊 对不对 人家就就挺好 我觉得 人家大的方方的 是不是 你看这大胸肌啊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奥赛比基尼冠军 我们的艾里萨巴西的 哎 你看这个人家多端庄啊 小便子一流 大黑大黑头发 一点不像巴西人 再看一下老姑娘一娃 你比这个老姑娘一娃 确实有岁数了 人家现在男友是谁啊 人家现在男友是巴西 著名的男子健体 大将 有时候我觉得 这为这些健身女网红 BI都挺快 都快40岁了 还没有个孩子 你说说 好了 今天的节目属于短片块 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点赞 把攒好的钱 用于给咱们打赏 好吗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